我兒子最近是他們 因為他們班上有個同學 一直有情緒上面的困擾 就是他只要情緒一來 他就開始飆罵髒話 然後他現在國小四年級 然後他就是會一直罵髒話 然後老師自止他也沒有辦法 那最近他的點是因為他就是 浩佑幫他撿東西 然後撿東西之後他就用 他就用那個手比了髒話 對待我兒子 然後又對我兒子飆罵髒話 然後後來老師有做出力 但是問題是 老師跟他講也沒有用 因為他就是情緒一來 他還會對老師動手 然後主任那些也拿他沒辦法 然後他其實他爸爸媽媽 也有在管他 可是就是真的沒辦法 所以最後決定就是 我其實我昨天去看學校 我明天就要去轉學了 因為我們很 我們真的 因為我們已經跟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又 就是三四年級會抽班 我又抽到又跟他同班 王安平 那還沒有習慣就對了 你還沒習慣 是他特別找你兒子 沒有 他其實對很多同學這樣 但是我覺得品性這種東西 真的就是還是遠離 對啊 OK 好 依潔 很困擾 像我有一個朋友的小孩 他就從小 我從大概兩三歲就看他 他只要出去 他只要想買的東西 媽媽不給他買 他就生氣 生氣之後他就衝過去打媽媽 就說你為什麼不給我買 我就是要嘛 我就是要 他就是一直打媽媽 可是媽媽的處理態度 就是好好好 然後就拍一拍 然後就是又買給他了 完蛋 但是他就是一直重複的循環 這樣的事情 那還有另外一個朋友的小孩 他就是也很小 自我意識非常的強 他都有自己的意見 主意 主見什麼的 然後你知道不順他的意 他就大吼大叫 然後對大人講話就非常不禮貌 管你是誰啊 就非常不禮貌 但是他對同年齡的小孩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動手 對 可是這個媽媽也是不太 有辦法去管他 太寵了嗎 有可能 不過在我們來探討一下 這孩子這麼容易愛生氣 他當然有不同的層面 我們先就 順著加口的脾氣 溫馴的角度 先了解一個問題 陳醫師 小孩子 先他想 為什麼 這種清清保險這種 會不會影響到健康 然後我 影響爸媽的健康了 剛剛其實討論的內容很多層面 可是孩子為什麼常常發脾氣 然後我們要怎麼安撫孩子發脾氣 這個都是別的要討論的層面 但是發脾氣這件事情 反而外國有些研究說 如果我把那些悶氣都悶在心裡面 任何困擾 任何的糾結都不發出來的話 反而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心血管系統 甚至於免疫系統 小朋友也會嗎 小朋友也會 小朋友也會 所以實際上當你有發脾氣 反而或許不是一件壞事情 如果你的孩子發脾氣的表現是 打頭 撞地板 自殘 撞頭 然後拿東西割自己的手 真的有 當然有 一定有見過的 這種是所謂的立即性的危險 就不是什麼免疫系統什麼 那這一種就是需要小心 當然它會影響到健康 但是現在這個撞的動作 或是打的動作 或是自殘的動作來影響的 而不是說長久部分 長久部分反而你有脾氣 你都沒有發出來 反而是對身體不是很好 但是你剛說的那種自殘的模式 是不是比例上來講 它會發生的孩子是在 父母可能他永遠都是壓著孩子 我不讓你做任何的情緒的出口 我不讓你做任何的便捷 然後你想要解釋說 還講 就是你的錯 比較高壓的 很高壓的模式 是不是日後久了之後 這種孩子如果又配合到 他的個性天生 就比較往內鑽的人 就出現這個情況 對 的確是有可能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不管用什麼方法 你都沒有辦法了解到 我心中的苦 那我到最後我就只好用這個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想法是 他到底從哪裡去學到 用這一招呢 其實很多啦 連續劇就看電視就有了 看電視就有了啦 也偶爾有遇過媽媽 在爸爸面前就是用這一招 學來的 其實他們任何發脾氣的表現 都是學來的 那莊老師又怎麼看 小孩子長生氣 是 其實像我們剛剛 比較早的時候有提到 有些情緒障礙的部分 那可能真的就是先天的問題 那這時候建議就是要 趕快去找陳醫師 去找他的幫忙 或者是也可以找一些 小兒的精神科醫師 去處理這樣子 但是這是比較極端的狀況 那有一些小朋友是 就像我們他沒有辦法好好表達 他就是有話要說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樣表達 這時候滿常出現在 我們早期療癒的小朋友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樣好好表達 所以他只能用發脾氣 用大哭大鬧來宣洩情緒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他已經習慣 我只要哭 我只要躺在地上 我就可以買到我要的玩具了 對 這個部分 可能爸爸媽媽從小 就要注意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 他不太理解為什麼要 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麼高壓的 高壓的去統治我這樣子 或是那個規則就是不合理的 那這些狀況就是常出現在 比較高射精地位的家庭裡面 其實難免啦 但生氣也就算了 有時候小朋友他會因為 一件小小的事情 感覺它是失控的一個宣泄 那個失控讓人覺得 是怎麼了 這現在是也哪一出那種感覺 有沒有 為什麼 其實小朋友的脾氣好或不好 其實是先天跟後天 兩件事情都扮演了一些角色 先天當我們說 這個孩子的氣質 剛生下來就很乖 然後沒什麼哭 但實際上先天的氣質 是可以被後天的環境做影響 那偶爾有一些研究會說 如果我的孩子從小就出生在一個 這個充滿噪音的環境 如果是噪音 實際上是很容易讓孩子的脾氣不好 心浮氣躁 那也有些研究說 我從小就給他放個莫扎特 放個貝克芬 輕柔的音樂 實際上是可以穩定 他們的心情跟情緒的 那我們如果要進一步來提到的話 很多爸爸媽媽就會跟孩子說 結果這個孩子在他們心裡裡面 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我發脾氣是有原因有理由的 可是你偏偏就說我發脾氣 就是個壞孩子 所以導致到最後他們會覺得 就進去一個惡性循環 那你都覺得我壞了 我就來發脾氣 反正我就是壞孩子 第二點就是回應到 我們剛剛講到的 我要這個玩具 你不買給我 我就開始哭 開始鬧 然後就有人跑出來說 好啦 我買給你了 下一次他就覺得說 我如果沒有得到這個東西 我只要再發一次脾氣 我就又可以得到了 這種其實是不好的 那第三點就是說 真的是爸爸媽媽的這個表現很重要 如果你從小他看到的就是 爸爸媽媽這個相敬如賓 父慈子孝 所有成語都把它背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孩子他也知道說 原來爸爸生氣的時候 他就是跟媽媽說 你剛剛這樣做我不是很高興 這樣子平平靜靜的 他會覺得說 好平靜的故事